佩芬姐怎么看 其实大家看民调的时候 当然替柯文哲紧张 其实柯文哲的情况确实不好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他本来以为说 这个蓝白河之类的 他最后会压迫 就是说国民党一定会屈服 然后他也会合成 他真的没想到最后被 那个郭董最后 撒腿就跑了这样子 然后他也就没有另外一步 那国民党现在自己的话 他就气势很深 特别是他们找到赵少康 如果从那个民调看的话 柯文哲当然看起来是非常的弱 但是事实上看来他也是 好像除了那年轻人之外 他在社会上的反应 并没有那么好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除了柯文哲之类 伶牙利嘴之外 他那些发言人那些 也真的伶牙利嘴 所以他的讨厌度会高的原因 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那事实上我比较不担心的 就是刚刚他讲说赖消费很危险 你知道吗上一次就是2000年选举的时候 最后我就发现当这个行政资源动下去的时候 叫那个年轻人回去回乡投票 你知道吗那年轻人真的很兴奋 你知道台北车站看全是年轻人 但是这一次这些年轻人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放弃了柯文哲去投给赖消 不知道 因为那些年轻人有可能就是说 死中的年轻人的话 也许就是我不投票 这个有可能 但是大家讲宋楚瑜的票 我比较觉得严重的是 当初这个郭台铭在那边缴获的时候 还有柯文哲缴获的时候 很多地方上国民党的投人 事实上是挺他们的 认为他们有机会 第一个郭台铭有钱 然后柯文哲有人气 但是看来这一步下来 已经慢慢慢慢那个气消掉 而且国民党最近就说 要一年办十五长那个大造势 你知道柯文哲说什么 两万人的造势那种活动已经过时了 他用那个空站去 但是空站的票能不能算数 不知道 因为你真的他如果到时候投票的情况 不晓得 可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抓住赖消费 我觉得易善讲的那个担心 当然存在 因为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在那个区域立委跟支持度之类的话 国民党稍微领先 再加上我上次讲 他有十五个县市的优势 所以他最后那十五长造势的话 一定是请权力出来 所以他的小鸡们 以前说要靠柯文哲 那现在不用靠柯文哲 所以他们自己就可以打出气势来 那你说大鸡蛋 坦白说蛮闹奎的 第一天在打球 第二天就下雨 就漏水 那这个漏水到底要算在谁障 当然其实蒋万安 你该会承受所有的光环 你要承受所有的这种问题 但是他反应也很快 而且我打个岔 因为台北市 大家都知道冬天会一直下雨 等到你真的下比较大量的雨 或者台风来的时候 我都不确定他那个漏水的规模 会不会恶化 会不会变大 大巨蛋刚刚讲 冬天一直在下雨 我觉得来一个台风 或者冬天连下一个月的雨 而且过年那个时候 真的是一路的下 所以那个问题会严重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老百姓好事之处很多 他就会跑去看 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话 所以蒋万安的很多问题 但是还好就是他不参选 这一次是这个问题 那你说他帮忙造势 有没有效 在台北市他可以造势 因为台北市客问 真的做得不好 而且民怨实在真的有够多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 比较严重的就是 那些十大民怨里面 像那个莱猪 还有那个疫苗的问题 还有那个光电 那些问题 我觉得那个民怨 一定要赶快把它止住 否则的话真的有问题 那我觉得你知道 我最近看那个外国籍的问题 因为萧美琴被人家质疑 所以外国籍 所以中选会三组都没有问题 大家就在 我就听到很多人笑 这个反而救了吴欣盈 但是我必须讲 其实那个不是很严重问题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 或者国外出生 你知道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子 将来如果你说 我退掉这个美国籍 你随时可以恢复 但是如果你是规划的 你就不可以 所以那个不是问题 可是我觉得 那个问题 我觉得中选会 非常快速地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你知道救了吴欣盈 我觉得萧美琴 那个比较不是严重 但是吴欣盈是真的被救了 所以对那个柯文哲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大帮忙 但是一个好笑就是说 因为他没有这种路战的实力 所以他昨天跟他太太 跑到澎湖去 你们这个 你这个才常常有的 那个静怡小朋友 他就叫那个叫做裸奔 因为两夫妇去到澎湖 一个朋友都没有 然后两夫妇就在那边 然后维安人员跟庙方人员 比他们去的人还多 所以他叫那个叫裸奔 但是我觉得 你知道我现在开始 比较同情柯文哲 他当初如果说低声下去 说好我就做副手的话 他其实现在蛮稳当的 副总统应该可以 蛮稳当的当 国民党也不会去挖 他这些墙角 然后他也不会惹出 那么多的问题 然后也不会搞什么 两亿美金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失算 我觉得他最近 应该蛮懊恼的 但是问题是 他的妈妈其实害了他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听妈妈的话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他太被身边的 那些女士们影响 妈妈 妹妹 太太 然后还有一些助理 就是那些美女助理们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真的 最后比如说只剩下六七%的话 也不能怪谁 怪他自己 不要怨天有人怪自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有意义的 要是什么 是什么 我已经来了